天气越来越热 很多人问我绿豆西米露怎么煮快速出沙 首先绿豆用开水浸泡 再冷冻成块 加入纯净水 骤咏咏热的温差让绿豆快速酥烂 这时候来煮西米 水开倒入西米 煮15分钟有白点不要慌 盖盖焖20分钟就透明了 过一遍凉水更不弹 再倒进绿豆沙里 白几块冰糖 绿豆西米露就做好了 冷藏一下更好喝 清凉又解暑 太适合夏天